大家好 我是阿柴 这个视频和各位继续分享一下 如何用PS4手柄和PS5手柄来玩PC游戏 我之前做过两个视频 是关于用PS4手柄玩电脑游戏的 第一个视频介绍怎么玩 第二个视频的侧重点是关于DS4 Windows那个驱动 这个视频主要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关于回答一下 在这两个视频评论区里面 各位小伙伴经常问到的问题 第二个是关于PS5手柄能不能玩PC游戏 下面正式开始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NET 5.0的 在安装DS4 Windows驱动的时候 当我们安装了DS4 Windows驱动之后 它自动会跳转到一个链接去安装这个软件 但是有很多同学到这个位置卡住了 你可以尝试更换其他网络试一下 如果还是无法下载和安装的话 可以通过它的官网 在这个页面 点击这个链接 去手动下载 这是64位 这是32位 第二个常见问题呢 它安装了DS4 Windows 也安装了微软的.NET 5.0的这个依赖包 但是还是无法识别 PS4的手柄 后来我问了一下 他说它那个手柄 不是PS4原机配的 是从网上买的 花了160多块钱 还有的花了40多块钱 通过这个价格来看 他应该是买了一个假的PS4手柄 这个正常的PS4的手柄 在京东上卖 全新的应该是488块钱 就算你买的二手的估计也得 二三百块钱嘛 如果你安装了DS4 Windows软件 而且也安装了微软的.NET 这个依赖包 还是无法识别PS4手柄的话 那么建议你换一个电脑试一下 第三个问题呢 是关于声音输出的 当我们把这个PS4手柄 用数据线的方式 插到电脑的USB口上以后呢 在电脑桌面的右下角 这个声音 会多出一个设备 这个设备呢是叫这个 扬声器 Wireless Controller 或者是这个 头戴式耳机 Wireless Controller 因为我接了两个手柄 这两个手柄 都是有扬声器的 它都算是一个声音输出设备 所以 系统 可能会认为你想把声音输出到手柄 但是这样的话 电脑就没有声音了 电脑就不能把声音输出到两个音箱上了 这个时候呢 只需要点击右下角的这个声音 然后选一下设备 调到你的 使用的 主板声卡或者外置声卡 如果是主板声卡 一般都是RioTag的这个声卡 我用的是一个独立声卡 它叫US2x2 选择这之后怎么测试一下呢 拉动这个音量条 它会有声音 这说明声音选择成功了 这样在玩游戏的时候就可以正常的从音箱里面输出声音了 这是第三个问题 下面说一下这个PS5 PS5的手柄 能不能在PC上玩游戏 能不能被DS4 Windows软件支持 先说答案 这两个都是OK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DS4 Windows 看一下它的版本 是3.0.18 能看到两个设备 能看到两个设备 这个DS4 V.2 这个电量是100%的 是PS4手柄 这个DualSense 这是PS5手柄 正在给它充电 是能够被识别的 具体关于这个软件怎么设置键位 我并没有怎么研究过 另外这个DS4 Windows这个软件 我也很少用 因为我有这个手柄 这是微软360的PC手柄 不用这个DS4 Windows就可以玩游戏 几乎兼容所有的PC游戏 关于PS5手柄的第2个问题 当我们关闭这个DS4 Windows 我们不使用这个驱动 不使用这个软件 有一些游戏可以默认支持 PS4手柄和PS5手柄 这个灯虽然灭了 但是仍然是可以用的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设备 当我们插入这两个手柄之后 在Windows 10的设备里面 默认第1项蓝牙和其他设备 在音频里面能找到两个controller 这两个就是PS4和PS5的手柄 PS4手柄的蓝牙可以接电脑 但是PS4手柄的蓝牙兼容性并不好 可能有的时候能用 可能有的时候就不能用 所以建议使用数据线连接 这样更稳定 这是第1条 第2条呢 就算是你用数据线连接了手柄 但是还是有一些游戏是无法正常玩的 这样呢你就需要用到刚才讲的那个DS4 Windows 即便是你用了DS4 Windows来模拟 Xbox 360手柄 也有一部分游戏是不支持的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 微软Xbox 360的手柄 哪怕是我这种很老的手柄 当时也是花了200多块钱买的 它几乎可以百分之百的兼容所有的电脑油素 那下面我们玩一下双人成型 选择离下游玩 现在出现了两个玩家 一个是1号玩家 一个是2号玩家 这时候呢要选择手柄了 按X进入 这是PS5的手柄 先按着它 它就会被识别成1号玩家 再PS4手柄 它会被识别成2号玩家 然后我们点圆圈 退出 我们先点击PS4手柄的X PS4手柄作为了1号玩家 然后再点击PS5手柄的X PS5手柄就是2号 如果是用键盘呢 那就这个时候点一下键盘的灰车 键盘就是1号 PS5手柄是2号 ESC是防徽 圆圈是防徽 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 这就是我这个视频要和大家分享的 因为我这个PS4手柄今天要出掉了 在出掉之前和大家分享一下 等以后再做视频 就会用这个PS5手柄来和大家分享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Archat 下次见 频道 看不及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